现在我是裁判 我是错官 我告诉你 你已经答错了 我还没有说完 请让我说完好吗 说说说你说 强子夺利 顶撞导师 这些选手到底有多有 某答题节目中 选手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婚礼完要吃酒宴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中午到下午之间 客资爱听到刘亦伟的解释后 他却不断修改答案 私宜一般会喊 拜天地 一拜二拜三拜 拜完以后 入洞房 我没说清 哎 老师 想下午一些 哎 别 别 别 你的答案是中午到下午之间 其实是下午 我没有说清饭 这也不能耍赖啊 我的答案是下午 而在公布正确答案后 他仍继续狡辩 正确答案是傍晚 傍晚 我有时候是傍晚 这一行为也彻底惹怒了刘亦伟 好了 没有机会了 现在我是裁判 我是错官 我告诉你 你已经答错了 我还没有说完 请让我说完好吗 说说说 你说你说 随后选手也不甘示弱 将矛头对准了刘亦伟 一个好的主持人 他可以引导这个 好 谢谢您的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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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参与 先让我把你有试朗诵完 好 朗 朗 不是 我觉得 作为一个主持人 你朗诵嘛 引导选手 让他发挥出最佳状态 不是到处打 你让朗诵吗 不朗诵去插诀 正能说 这位选手要学的 不只是知识 而在另一档 唱歌比赛中 选手唱了 自己改编的歌 在演唱完后 韦韦正在点评 他的问题 他却直接打断 这个歌其实你要唱慢一点 可是 很多人唱歌 他没有中国的那种 古老的情怀 对 我最喜欢这种东西 最后杨玉瑶 想要给他台阶下 他又再次打断 那我当然是要给出镜 为什么 我感觉有点强迫的感觉 你觉得谁在强迫 没有没有 我只是这样想 你怎么会听说 我希望老师表达自己内心想法 如果不喜欢就差 王杰希望他能够尊重 导师发言 老师其实还没有给一个评语的时候 你先不要用这种方式 他却不管不过 直接揣测起了导师心思 我知道 玉瑶老师其实是 是欧的 我知道 但是给我感觉 中间的那一位 我会觉得 其实他是认为我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希望玉瑶老师给出你自己心里的答案 听到他这一份话后 王杰当场摊牌 你不觉得你现在只是一个选手 你也不应该在台上说出来 你懂吗 不要那么多的插话出来 不要那么多的插话出来 不会说话 咱就少说点吧 给我想描述 我还是说